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說一件神秘的題目 叫做英國物業投資 為什麼會說這些呢? 我想很多人都有興趣 網上有很多說法 加上香港人向來都喜歡買樓、磚頭 但是來到這裏是另一個世界 首先要利新一件事 就是物業投資不一定要很多錢 當然如果你買倫敦樓當然要很多錢 但是有些地方的樓可以很便宜 即是香港劏房價錢 但是回報也不低 特別說一些城市 Glasgow出名很高耀 Glasgow周邊的城市 可能幾萬磅 即是幾十萬港幣 就可以買一個小小的單位來收租 也有幾千元一個月 你說是不是有點吸引呢? 所以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次主要是說一些浮軌 還有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會叫你去買樓投資 其實他們在做什麼呢? 不要說別人找笨 不過他們是拿著一個最好的位置 和大家分析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不是什麼投資建議 因為我們這些普通人 又沒有牌 都是憑常識去說 有些可能甚至是自己的經驗 我們知道 香港 可能這代人 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鐵律的 就是樓一定會升 但是英國的樓 就不一定 全世界的樓都不一定是這樣的 而香港現在都不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世界沒有一定 不過那個一定 就容易令你去產生一些幻覺 這個幻覺就會出事 有機會 好了 首先第一個要知道的東西 就是樓價不一定會升 特別如果你買一些便宜樓 那就更加未必會升 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肯定 就是高息應該會維持多一段時間 那幾場就沒有人知道 你看回專家說 我就不知道 那麼高息會有什麼現象呢? 就是人們買樓的意欲會下降 因為利息其實是資金成本 所以借錢成本高 那些人買樓的意欲會下降 那不買樓也要住 那怎麼辦呢? 就租屋 所以租金 如果維持高息 應該是會有些上升的空間 那為什麼呢? 因為買樓的人少了 租樓的人多了 供求都非法這個租金上升 對 那 好像很好 所以坊間 你見到很多人都叫你 投資物業 不要說那件事 那件事也有一個人 投資物業 那 有什麼風險呢? 其實 租金回報 表面帳面看 都挺高的 有些可以超過10厘 很理想的 例如 Gasco為例 你也不太難找租客 所謂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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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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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他会选对性价比,所以租楼比贵的买楼 但大前提是,要有3、4、5、6万元一个月交租 这件事才成立 对于普罗大众,我们就没有那个移价能力 特别是那些劏房户,或者是农屋 没有这个移价能力,租金是最高的 就是说比率,赤价 这也是一样的,cheap客反而租金会很高 但那些贵客,譬如你买个宝铝租的人 其实你的市场很小,所以eo也不会高 说到太远了,回来就是 你想高少回报,最好买一些cheap的楼 因为怎样都要住的,你uncheap也要住 所以就会这样 但cheap楼是一个问题 就是虽然eo很高,但风险也高 我们知道风险和回报是有关系的 但不是成正比,不是风险高就回报高的 是风险不高,回报是不会高的 听证就是风险不高,回报一定不会高 但风险高也可以没有回报 甚至是虚要到你一祸 对了 风险在哪呢,就是刚才说到cheap客 cheap客呢 我们知道窮人不一定道德差 但窮人就比较粉流、複杂 租霸、或者各样古典精怪的事都容易出现 那这些casue出现,你比如12个月你试了两个月租 例如他走出去,賣你租 弄壞你的房子 你虧了兩個月,就什麼都回來了 另外那些chip 樓 除了chip 客,chip 樓 不應該說chip 客 不過大家明白我說什麼了 沒有分貴賤 只是說低價的 人格也知道,跟財富是無關的 另一個問題就是chip 樓 chip 樓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很多暗瓶 譬如你 一層很便宜的樓,可能位置不好 位置不好就太出了 但有些東西你看不出的 譬如樓水,發毛 穿洞,塌樓,壞波 很多東西都可以導致一間樓是chip 所以其中一個投資方法就是 你去找這些bargain 即是說業主不想搞房子 他就chipchip 賣給你 但另一種就是他本來已經很chip 但他就化妝令他沒那麼chip 你很容易中計 這些位置其實就是最出事的 那chip 樓最大問題就是 維收費,極之貴 動不動,分分鐘吃了你半年租金,甚至吃完你的租金 就不一定 舉例 譬如壞波納 波納是比較容易看的 譬如壞波納或者樓上漏水 化妝樓其實都頂到一會 又是令你看不出 突然間屋邊的水母間都可以 滲水有很多原因 外牆裂,樓上有漏水 Gutter 出市 水在牆裏流發進來 出市的位置是多不勝數 所以其中一個投資方法就是 買一些懶屋回來 然後用裝修或者維修的技術 令它進步回復 你有機會賺錢,但很視乎個人眼光的 如果你是裝修師傅,或是很熟悉的樓宇結構 這件事可能是你 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性 另外就是提到租客 剛才我們也主打是買chip 樓 甚麼是chip 樓 幾萬磅或者幾十萬港幣 那些位置叫chip 樓 香港買個劏房 劏房沒得買,還是買個大單位自己劏 總之買最chip那些 那就是 租給人 你可以租給街客 租給街客 有行政成本 例如登廣告 然後要搞租約 租金一般會比較高 租金一般會比較高 另一種租客 又不是agent 可能是NGO 就是租,即是跟你簽約 譬如1000簽約 幾年的 保證你有租金收入 就算他丟吉 他也會照給租 這些就是包銷 譬如有些是租給council的council 再做council house 就會略低於市場價格 但是 穩定的地方就是你的房子不會丟空 如果你的房子不會丟空 譬如你12個月都曬出去 可能你省一個月 少了一個月 一個月多50磅 多8磅 可能已經回來了 這個 就是一些很整體的 可能大家都知道 今次要說一件事 這個才是主打 就是大家未必最想到的 你深入敵陣才會想到 要留意 就是本地人 不太熱衷買樓收租 其實有很多原因 就名字一些 法例 這套法例 很保障租客 就不太保障業主 所以有什麼事 你要趕走 或者你要請一個租客離開 相當不容易 早前 COVID期間 突然間有加租限制 這些都是 很不非法業主 另外有些案件 例如 例如發毛 發毛很多原因 可能家屋本身不好 也可能租客用得不好 但anyway 就是你發毛 令到租客 身體出現事 是會被告的 網上可以找到這些例子 到時就得不上心 另外很明顯 這裏稅很重 例如你打份普通工 然後 如果你再買一層樓 收租 你很大機會 會跌入一個很高階的稅網 就很服 這裏稅 最後一點 人們通常把好東西放在前面 我放在後面 那就是 Business Model問題 亦都解釋 為何坊間 那麼多人 突然叫你 不買樓 租 其實他們在做什麼呢 剛才說最高的風險是什麼呢 就是家屋的維修保養 是的 維修保養風險那麼高 是沒有人看得通的 就算是裝修師傅 就算是什麼 因為可以有些額外的 事情發生 例如 幾百年一遇 風災吹爛了一些東西 你控制不了 但唯一一件事 有一件事 可以控制到 就是 如果你不直接 去做這個 維修保養 這個動作 那怎麼可以做到這樣的呢 就是 講到 Business Model 我講一個比較遠的例子 譬如香港 你知道 發展商是很賺錢 但建築商 相對沒有那麼賺錢 為什麼呢 就是 Business Model問題 同是參與在這個地產項目 蓋樓 跟著什麼 你做裝修 你做裝修 你不會賺發展商那麼多錢 原因呢 就是你在整個產業鏈裡面 你擺放在哪個位置 這個就是 我講的 Business Model 的問題 譬如你做業主 你買樓 租給人 你就要承擔 剛才所說的風險 譬如壞了 你要裝修 裝修 要幫人換 自己投資 不是自己投資 你幫人投資 坊間很多鬼故 就是香港人 幫香港人 他說 幫你找樓 幫你出租 幫你收藏 這樣就 好著手 坊間 銷售很多都六七八厘 甚至十厘 那麼 前提是什麼呢 就是 他幫你做很多東西 說到好像幫你做很多東西 但是有一樣東西他沒有幫你 就是沒有幫你承擔的風險 什麼意思呢 譬如家樓 漏水 他會幫你找人做 但他不會 幫你付錢的 你明白我說什麼 譬如一行玻璃膠 他可以收你80磅 譬如 租客壞了燈泡 他去換燈泡 他可以收你50磅 就是這樣 每個月也都更加 會charge你一個費用 通常最便宜是六七八個percent 很common就是10個percent 那10個percent包什麼呢 就是什麼都不包 他只是包 幫你聽 電話 聽 什麼電話呢 就是租客的電話 租客投訴 你弄壞了 你找人來弄吧 他就找人上去看 看完他就給你單 但是他賺多這一層 弄完之後呢 他又賺多這一層 即是剛才說什麼自行玻璃膠 弄回窗門 開不了 換杯 這些位置 他是不會幫你 他唯一幫你就是幫你聽電話 另一些電話 就是 譬如 那個樓宇壞了 管理公司 就打電話 原本是打給你的 現在打給那個 Agent Agent 聽完之後呢 又是 所謂幫你處理 但是他一上去 他又會收起錢 另外 弄完之後呢 將單都是寄給你的 那就是說 你看到整個 Business Model 裡面 誰能賺賺呢 就是這個 Letting 和Sourcing 的Agent 他找了一間屋 找得好 那 跟你分身家 是不是 找得不好 要維修 要有很多手尾筋 是你跟的 他只是幫你聽電話 但是他就代替平安 那10% 他有什麼 Additional的 他也是要再收你錢 那 Key Point 就是 他 有受控制 代替平安 但是你 就不平安 譬如你的租客走了 要再找租客 哇 他又收了一筆 是不是 這些你虧的位 他就是他賺的位 那所以呢 為什麼坊間 突然間 那麼多傻子 這些好人壞人 什麼香港人幫香港人 都說 幫人找樓 幫人放棄 幫人收租 哇好多傻子 不用管你 譬如剛才說 Gasco好啊 或者 哪個City好啊 你不是住在那裏的 那你當然要找那些 Agent 但其實是錯的 他只是幫你聽電話 幫你找裝修師傅 幫你 就給你一張單 然後mark up 都可以 那這些 Agent 有點進化到 他會有自己一條 裝修的 有自己一條 維修的 有自己一條 收租的 收email 收電話的 那他就幫 一萬個 這些 就是家務一萬個 幫這些客人 經常都說 如果這單生意 是這麼賺錢的話 他根本就是自己做 為什麼要幫你 其實就是因為幫你 是很賺過自己做的 如果大家有這些經歷 都歡迎留言交流分享 重生一次 這些 這段片都不構成任何投資的 腰弱 有什麼就自己想 特別是Agent 都很有壞 譬如有些幫你 他真的幫你多一點 有些幫少一點 激死你也不一定 那 anyway 我想 來到香港人 可能有少許錢 都想有些被動收入 那 on the other hand 就是 你來到人工 不會高 靠這些位 幫補一下 結果 你就不是幫補了自己 就幫補了這些Agent 就是這樣 試試水溫 就知道有時 之前初來拍 生活片 那些 反而保持著都有人看 錄影片 就是這樣 都會繼續拍的 不過帶前提 就要我 可以先去錄影 那就 到此為止 拜拜 今集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特別名謝Youtube Member 和Patreon支持者 好了 剛才訂閱 有緣腳打 有問題留言 交流分享 拜拜